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叫做3D变换 那么什么叫3D 3D就是立体的空间 那我们的网页一般说它是2D的 但事实上呢我们在CSS中是可以做3D变换的 也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元素立起来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稍后我们会看到 那么对应3D变换的话 还有一个概念叫做2D变换 那一般我们也可以不加2D 就是变换全form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呢 也没有关系 当我们看完3D变换之后 你就会发现2D变换更简单 那么2D变换呢 主要是指这样几种 一种是Translate Translate呢就是位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火狐的logo 第一个它是往下移了的 这个是位移Translate 第二个呢是Scale Scale是缩放的意思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火狐的logo是放大了 第三个呢叫Scale Scale是什么意思呢 斜切 斜切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个火狐的logo 它本来是一个方正的 它现在变成了左上角到右下角 这样一个形状 相当于左上角往左边拉了 右下角往右边拉了 变成了这样一个斜切 简单的讲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正方形 被拉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这个呢就是斜切 Rotate就是旋转 大家可以看到最后一个 这个logo呢是被旋转了 那么这个呢是几种基本的变化 事实上不管在2D还是3D中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样几种变化 那么3D变化呢 就是在3D的空间中进行变化 那么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 类似于立方体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 也会以这个立方体为例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有外面的一个容器 然后中间呢 有一个立方体的包裹容器 然后下面呢 我们给了六个面 那这里呢 我们先给出第一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写了什么样式 外面的容器呢 是给了一个宽高 都是200 那这个容器呢 也是给了宽高200 没有给别的样式 然后每一个面呢 也是宽高200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式 然后最后我们给这个面 设了一个背景色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肯定呢 这个宽高是200 Cube 这个宽高呢 也是200 那这个面呢 宽高也是200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一个DIV的结构 大家都很熟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元素 进行2D的变化 2D的变化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里 Translator X 100个像素 那我们就让它往右移100个像素 那这个面就往右边移了100个像素 Transform呢 它是可以叠加的 那我这里是 往右移100个像素 往下移10个像素 然后呢 旋转25度 大家看到 往右往下再旋转25度 对吧 是这样一个角度 大家可以记一些位置哈 比如说我们这个顶角 好像在右边的 这个边框的中间 对吧 为什么呢 大家记一下呢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变换是不可以随便交换顺序的 比如说我的三个变换 我现在交换一下顺序 把这个Rotate 25度 放到开头 大家猜一猜 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的那个1 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1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是先位移 先位移 我们先移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旋转25度 但是呢 这个地方我们是先旋转了25度 然后再进行位移 也就是说它会靠下一线 那么 这就是充分说明 Transform 它的每一个操作之间 是不可以随便交换的 事实上这个背后呢 它是一个矩阵乘法 不能交换的这样一个原理 因为所有的变换 其实最后都是进行数学的 矩阵运算 那么矩阵运算 是不可以随意交换的 它的左右是有顺序的 好 这是为了强调这一点 反正这一点呢 不是特别重要 我们把这个屏蔽掉 先把这个面呢 放回去 那面回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好 这个时候我们想 如果我要进行3D变换 那首先我得有三个足标 对吧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这个横向的 这个是X 对吧 这个是X 那么纵向呢 这个是Y 那么还有一个轴在哪里呢 Z轴 大家写CSS 其实都知道 有一个Zindex 对吧 Zindex其实就是 Z轴的顺序嘛 那么Z轴呢 它其实就是相对于 屏幕的里面和外面 这样一个来说的 它是从屏幕开始 到面向我们 这个是正轴 然后从屏幕往里是负轴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三个轴 好 我们现在来回到 我们的立方体的结构 立方体的结构 那么这个1呢 它是前面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以平面 就是屏幕这个面 我们以屏幕这个面 作为中心 那么我们的盒子呢 是200个像素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前面 它是应该距离屏幕 100个像素的 也就是说需要往Z轴 以100个像素 那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TranslateZ 100个像素 我们刷新 但是你看到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效果 我们看到X和Y的时候 它是可以立马往右边 往下移 可以看到效果 但是Z轴 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 三维到二维的 一个投影的关系 大家知道 三维的话 是一个切实存在的 一个空间 但是我们的屏幕上面 只有二维空间 那么怎样突出 它这个三维空间呢 事实上是通过 我们的一些视觉原理 比如说近大远小 也就是透视原理 去做的 当你没有这个 透视关系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看出来 它有没有在变化的 有可能它在变化 你看不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设置 一些透视的属性 那么首先一个是 透视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这里呢 先给500个像素 稍后直观的感受一下 然后呢 是要设定一个容器 它的变换的 Transform Style 是3D透视的 那么这个词 就是透视的意思 Cruise of 3D 就是3D透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做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能看出一些 透视关系了 你可以看到Translation Z100 它已经变大了 符合近大远小的关系 我们可以试一下 当我们把这个值减小 也就相当于 把它往屏幕后面推 可以看到 它的大小是减小的 当我们推到0 就是跟屏幕 在同一个平面的时候 它就刚好 是我们之前写的 200个像素的大小 我们再往后面推 那它就会变得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样的话 就已经初步的 有一个这样立体的感觉 好 那为了看得更明显一些 我们首先从结构上 把后面放出来 那后面是2 然后呢 后面给了一个背景色 那同样的 我们先不做变换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呢 是出现在 跟屏幕同一个平面的地方 那我们将它呢 往后推100个像素 那也就是translateC 负100个像素 那我们先做到这里 负100个像素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变小了的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盒子 你正面看过去 前面是大的 后面是小的 这样一个关系 那为了更逼真一些呢 我们让它旋转180度 就是相当于 这个上面的数字2 让它对着后面去 不要对着前面 那我们就是 给它在一个 rotateY 沿着Y轴 去旋转180度 大家看一下 Y轴 X Y轴 那就相当于 竖着转180度 也就是刚好 这个2呢 是反过来的 像在镜子中一样的 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2已经反过来了 看到了吗 那这个2已经反过来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那同样呢 我们再把别的面 也放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右边 和左边 这两个面呢 我们都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 3和4都在这个地方 那同样的 我们对它做变化 首先看左边 左边我们背景色 放出来 然后左边的话 它是要往左移 100个像素 那也就是 translateX 负100个像素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 沿着Y轴 旋转90度 那么这里呢 因为方向的关系 它其实是一个负90度 我们来看一下 那它就到了这里 这是4 大家可以看到 旋转了负90度 我们可以改一下 这个值 大家感受一下 这是负100度 这是负180度 可以看到 它在沿着Y轴的旋转 那么这个呢 是负270度 我们其实是要的是负90度 因为360度是一圈 所以负90度 跟负450度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改成了负450度 那translationX呢 就是水平方向的位移 我们也改一下 大家感受一下 那这是继续往左边移 负值加大 这是往右边移 负值减少 可以看到 这是负20 负10 当变成负0的时候 就是本来它出现在中间 然后旋转的90度 就看不见了 因为它其实是没有厚度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3D的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同样的 我们对右边也放出来 然后往右边移100个像素 然后旋转90度 那我们看到 一个是负90度 是往左的 一个是90度 往右的 这是旋转方向的不同 好 这样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把顶部和底部 这两个面也放出来 那么顶部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往上 移100个像素 也就是translate y 负100个像素 然后同样的旋转90度 但这个旋转呢 我们是希望它沿着这条轴来转 沿着x轴来转 所以就是rotate x-90 那么bottom呢 同样的 往下移100个像素 然后呢 沿着x轴转90度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六个面全部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六个面全部出来了 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立方体 然后如果我们去改透明度 比如说我们把前面的透明度 改一下 这是0.3 我们改成 0.4 0.5 0.6 0.7 0.8 这个时候你看 后面的面都已经被挡住了 快看不见了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立方体的效果 好 我们这个立方体的效果呢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整体的做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cube 我觉得它太大了 我们外面的元素在这里 对吧 这个红色的框是外面的元素 你现在都超过外面的元素了 我觉得它太大了 我们就整体往后面移100个像素 好 你看这个立方体现在就已经变小了 这是整体的移动 外面的元素 我们同样的可以感受一下 那 就相当于拿着这个盒子 在你眼前离远一点 离近一点 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属性 perspective 500个像素是什么意思 但首先感受一下 500个像素 那当我改成600个像素 然后改成700个像素 然后改成800个像素 大家看到 这个立体的效果 是越来越小的 或者说你看到的这个斜边 我们的这个斜边 或者说侧面的 你能看到的侧边 它是越来越小的 当我们把这个值变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变成100 这个值呢 是越来越大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理解为 你观看的地方 离这个立方体有多远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 当我离的只有一百个像素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每个面 我都看得很清楚 你想想 你把盒子 拿到你的眼睛边上 只有一百个像素的时候 你能看到里面的每一个面 但如果是1000个像素 也就是你把那个盒子 离得你眼睛好远 这个时候 你能看到侧边就很少了 当你离得无限远的时候 你可能就只能看到底边 而看不到侧边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 透视角度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是 选一个合适的角度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呢 是500个像素 那这是这个属性的作用 好 那么这个立方体呢 做是做出来了 做的时候还挺有感觉的 但是你做完之后就看到 这个好像跟我们一个元素 加上四个不同颜色的边框的效果 也差得不多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确认它这个立方体呢 或者我们能为它做什么呢 是让我们可以在它上面 加一些更炫酷的动画的 那这里说到动画 也是要特别强调一下的 很多人在面试的时候 会弄混 Transform和动画的关系 那大家注意看 我们这个demo 这里大量运用了 Transform 3D的 那么它跟动画是没有关系的 Transform只是表示 对元素的样式的一个变换 它并不产生动画 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 有很多人会觉得 我用Transform 那么它就肯定有动画了 不一定 它有动画 它不一定是Transform 它有Transform 它也不一定有动画 这两者呢 是没有变然关系的 这个大家要记清楚 那我们可以为Transform 加上动画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这个Cube 就是立方体的包裹元素 我们给它加上一个Transform 的动画 就是当Transform 属性有变动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一秒的动画 那么给它加什么动画呢 当它Hover的时候 就是我们鼠标指上去的时候 我们呢 这个Translator Z 是保留的 大家看到 是跟原来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Z方向 不移动它 但是呢 我们沿X轴转90度 沿Y轴转90度 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怎么样的 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立方体了 那沿X轴方向 转90度 沿Z轴方向 这里是写的Y轴 沿Y轴方向 转90度 这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如果我们是屏蔽掉 其中一个 比如说我们只是沿X轴 转90度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就是沿X轴 转90度 我们也可以转的更多 比如说我们转270度 那 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动画 做得更快一些 比如说我们做成0.4秒 对吧 或者你把这个加多一些 180度 这个时候或者是 450度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看得更明显一些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的立方体 是这样做出来的 但立方体呢 只是说这个3D变换的一个例子 并不是说3D变换只能用来做立方体 你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比如说像3D卡片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一些3D的相册 这种大家应该都见的比较多 其实呢 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复杂 无非是在3D空间中 做一些变换 计算一下角度就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3D变换的用法 那么看完了3D变换之后 我们再看2D变换 其实就非常容易了 无非就是把这种拿掉 那同样的是我们前面讲的 Translate Skill Skill 和Rotate 这样几个值 反复的去变换它就好了 那么3D变换呢 实际上是CSS中提供给我们的一个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 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去用 但同样的 这里也要提示一下 它也有它的限制 首先一个呢 是它的性能并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在低端机器上面 很容易出现卡顿的情况 另外一个呢 是有一些场景下 比如说复杂的这种面的遮盖 或者是互相的 有这种Z轴的变换 或者是交错等等 这样的场景下 可能会渲染的 跟你想的不完全一样 这个呢 可能是属于浏览器的bug 有一些情况下 复杂场景下会出现 所以这个呢 大家可以酌情去进行使用 进行使用 请设计则 我们可以按资例